這個就一下啦 我覺得他們的目標也蠻明確啦 就是一直摸下塔 然後靠著這個打線優勢 沒錯 再去打輪轉 來看一下這邊的Gang第一發的Q命中了 第二發的Q命中疊出了一個靈魂收割 那死哥這邊要進來 他身上是沒有大絕的 但是 我要直接燙死兩隻了嗎 帶走一顆人頭的是小安後續的追擊 WG有命中 後續補上了一個空大 但是還是成功的打出了這波交換的勝利 不但是拿到兩個人頭 而且下路的兵線跟護甲是拿得很過癮 哇 這寶刀未老啊 大家還說丁特老了 可是他進去之後 這個E跟Q都中的蠻好的分喔 所以我覺得巴德這隻角色在地圖上很可怕的事情 是你只要讓他下路線打開了 其實他對線上的載視力很夠 這邊看一下特朗德 來 貼住了丁特 但丁特傷也太高了吧 直接被小安的大絕給帶走 小安人不用到場 一個兵箭 直接從紅方大概就把人頭KS走了 這個尾頭能力還是非常的優秀 300的成績 而且這邊成功的把小龍帶掉 因為剛剛其實在下路帶走擊殺之後 沒有看到藍方這邊把他們的線路往上半補掉 應該就是為了搶這條小龍 再來一次 這波閃現還沒裝好 可是好像跟線上配合有點問題喔 魔鬥其實是有機會把他拉進去的 但沒有這樣做 反而可以丁特鬥去追擊的機會 Q技能命中一顆 空了一顆之後 決定要拉人進去了 拉的是傑西 旁邊的特朗德就必須要為自己的上路爭取一些時間 時間太慢 來了 傷害夠不夠 一技能沒有拉到 但是後面交了閃現 TP在同一時間亮起的是漢莫丁格 趕過來應該是可以帶走魔鬥了 對 而且還唱了一個歌 後來再補一下 哇 最後還是被漢莫丁格把頭給帶走了 不是啦 這個他們就沒有尊重丁皇啊 只是他丁特要頭 你們在那邊搶什麼 而且丁特他 你剛剛有提到過 他在前面比賽的KDA其實是保持得非常好的 所以這場比賽他也是選擇走一個疊輸死哥的路線 早早的先把戒指給出了出來 那同一時間在下半部其實是有戰勢爆發的 哇 Mistake這個Q技能 同時定到兩個人 但是小安的傷害即便在前面是被兩個人圍毆 但是有虛弱的情況之下 這波還是贏得很緊手 對 這裡小安這個解進化解得非常漂亮 我是秒解進化 而且剛開始的話大動其實已經轉換目標了 死哥這邊想要一次躲牢幾顆 但最後被技能化解掉 當然小安500的成績 上面的部分 魔鬥這邊要再次搭配特朗德 有沒有機會 特朗德沒有交閃線咬一口耶 還是他閃線差一點轉好 差一點轉好 差一點轉好 他剛剛在趁五秒鐘 被哈末丁格精簡地逃脫了 那這個地圖資源也得放棄 系統性這麼無聊的比賽也算是蠻不容易的 這個冰箭命中了 而且塔同時掉落了 看一下沒有閃線的Leona是被定在原地 Mistake的Q成功地緩到對面 那Leona這邊應該只能放生了 再帶走一顆人頭 Mistake的巴德玩得很瘋喔 很瘋 在環道 再繼續點嗎 他的等級甚至比對方AD還高 雖然說是帶著不錯的槍的亞卑力喔 但Mistake還是給了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我們那時候去世界賽的時候 我真的都比較喜歡去待在AHQ那邊 因為AHQ那邊通常都比較好笑 幹話比較多 閃電行這邊都是怎樣屁孩的 閃電行比較嚴肅啦 來看一下Mistake第一次被留到 這個是他的職業賽的傳統嗎 做事也被抓的輔助 這個是過去的我們 在Mistake生涯末期比較常看到的狀況 這是他在這場比賽第一次被制裁 其實打的是很有組織很有長法的取向 喔 丁特來了 直接逼成線 特長得這邊很頭痛啊 這個視野完全被做起來之後 完全是POG陣發揮的機會 兵箭命中之後 丁特直接唱了大絕 能不能唱死一隻 應該沒問題 那最後雷歐納進去之後想要定人 巴德的精神其實聽得不錯喔 然後後續的地方拉了大絕進去 拉了參謀丁格 魔鬥應該是有機會帶走一顆人頭的吧 在7秒鐘 看一下 但是後續的地方出來也要被守屍了 那這樣一來的話 這一波其實是打成了一個 1換3的擊殺 好 我覺得丁特這場打得很不錯了 終於拿到守屍頭 對 這邊前面的話其實都被隊友搶走 但是這一波交換 那個特朗德進去3秒鐘就比較 烏拉拉你在幹什麼 烏拉仔 怎麼不見了 烏拉仔這邊有點皮過頭了 想要在對方兩個殘血的角色身上去轉去擊殺 但是反而是在第一次也沒有直接把眼鏡插進去 所以給對方一點點拉達的空間 那K這邊果然就是被哈哈台訪問過 年收入破百萬的無業遊民 他的CS好像也沒有太過在意 喔這邊其實小安是稍微有被留到的 小安進化 瞄解 拉開之後閃現 後續的地方丁特先邊瞄解 他死在一個很不錯的地方 可以打出非常可怕的輸出 而且側邊的地方 一個大絕炸下去之後帶走了一個雙殺 對 但這裡好像可以看到死哥是不是 他目前還是在自己排驗的一個過程 那在這邊看可不可以 喔 暈倒了 暈倒了是對方的漢末丁特 但交出了驚人之後 這波可能是 反倒是藍方要反打了 喔 小安 小安進化結找了 結找了之後被魔鬥給拉了進去 來看一下這個大絕暢下來之後 傷害其實還行 那魔鬥多撐了一些時間之後 沒有機會把小安帶走 其實這波剛開起來的時候 感覺紅方是有那麼一些些機會的 但被漢末丁特用一個 驚人化解掉之後 整體的隊伍處在一個窄口 那傷害來說 藍方是真的有點太高了 所以就沒有倒下任何一個人 這個或許是 紅方的一個逆轉期望 喔 直接大絕 盲大絕有成功斷到Record 可是四打五的情況下面 傷害好像還是不太夠 被一個柱子卡住了 距離之後 罰得 哇 怎麼殺了五個人 羽毛一樣啊 太神了啦 我願意尊稱你為世界冠軍 這是一個五人大絕之後 死哥 一個大絕直接唱掉 雅飛龍半條鞋 Oh my god Mistake 這個真的是 不管是老闆的威風啊 是真的很神的一個大絕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犯大 雖然說現在是已經在退主堡 可是我們的導播忍不住了 要讓大家看一下這個反身大絕到底有多扯 在四打五的情況下面 其實是有斷到Record 但因為一些經濟的差距 其實打出來的傷害很有限 後續之後 Oh my god 進攻三散 雖然說星朵他在被驚人之前 他也是推到了三個人 但 後續的這波play 就以視覺上來說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丁特在警殺天花圃上一個半血的大絕 對啊 好那這場比賽的MVP 當然就是給你 哇 這個巴德 不誇張 的操作 其實在線上就已經發揮很出色了 除了一次擊殺完之後的空大之外 這場比賽在對線期跟中期開始 包含他的視野建立 其實也都做得蠻死的 沒有給對方去突破這個poke震的機會啦 最下第六人是丁特 為什麼是給丁特啊 不然我覺得丁特做得都蠻好的啊 我就發現在這種實況組隊伍有出賽的時候 第六人會變成一個這個人員大會 就是你得到最多觀眾人員 不管是正面人員或負面人員的人 通常在第六人就會上榜 包含我們剛剛在前兩場比賽 其實也都是有超負荷拿下最下第六人嘛 所以 丁特就扛一下扛一下 反正他也習慣了 是不是 這個丁特 這個Mazu made a smart choice 選擇丁特是沒有問題的 都算是閃得相當漂亮 然後再看一下這個哈姆丁格 來了來了你剛剛講的 當他今天過得不順的時候 就是會一再一再的發生啊 直接打配五 而且頭又讓給基亞 很舒服喔 這個開局其實是蠻天虎的喔 小炮過來想要 應該說巴德過來這邊 要被帶走了 丁特拿到了第一顆的人頭 在後續的地方 河系的爭搶 人數優勢的是紅方這邊 而且是直接用重擊把對方收掉喔 這個快點一下這樣子 非常非常的兇 啊不是重擊啊不好意思 展現把對方來收掉 用重擊把對方收掉 我沒辦法我看到丁特 我就覺得他應該是用重擊 他會用重擊破盾 對 他會用重擊做很多事情這樣 葛雷夫在上半步露頭的關係 讓他這個藍霸被反 但他這邊是可以爆打 塔塔德一波的 塔塔德不上沒有閃現 香味衝擊POP起來之後 其實追擊很可怕 卡瑪在給上一個護盾之後 能不能把傷害補上 一技能裝好了嗎 好像差一些些 基亞納來了 喔 一次打到兩隻之後 帶走一個solo 那後續是被換掉了 那三個人都存活 丁特是不是想要放預示者呢 喔 基亞納這個回程確實是有假靠一下 好像發現事情不對要真靠了 但是速度有點慢啊 那這個 喔 巴德的發揮 這個是巴德必須要做到的事情 把自己的大絕來 抵耐掉預示者的POP 擋住了一波這邊 欸 基亞納來了 這邊丁特其實血量被打得蠻低的 基亞納身上沒有閃現 比較難做操作 被推手 被對方的小砲給大絕拉走之後 後續好像沒辦法把傷害給接上 有機會嗎 喔有傷害差一點點 被小砲閃現 閃走之後兩個TP都落下來 紅方的是凱能 凱能開大絕 之後要來盯的是對面的 特朗德帶走的擊殺 但是悟空下來也要帶走一顆人頭了 小砲的shutdown 最後被悟空拿了下來 那這波交換其實 後續還有追擊的機會 但是Q又沒中 但還是用最後的大絕 把對面的凱能給換掉 這一波其實是 藍方一個很成功的反打欸 再來看一下小安又小安了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邊是藍方的AD 伊澤瑞爾的小安了 突然出現在對面的塔後 被帶著向位衝擊的 麻蘇達葉 輕鬆的帶走人頭 那丁特這場比賽又算是一個滿天狐的開局 203的成績 所以這個龍可能還是得放 但這是16分鐘才掉第一條龍 算是很特別 在近期的比賽很少看到有這麼晚出現的熟龍 沒有錯 這個就是中路看有沒有滾到寒莫丁格的一個差別 因為剛剛我記得上一場的話 17分鐘直接掉三塔 那這邊則是讓葛雷夫又進來反了一坦野怪 這場比賽的打野差距 在經驗部分就比較明顯了 跟中路沒有什麼關係 主要好像還是這個打野位比較重要 看一下無打是一個團戰 開能的位置是很好的 然後雖然說吃到虛弱 可是已經起到了戰場切割的效果 後續他應該是有被換掉嗎 沒有被換 有被換掉 沒被換掉 有被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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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是有換掉 閃現多點一下 還有嗎 交閃 這個手術 這個巴德雖然說他的Q是空了蠻多的 但是在一些驚人跟大絕判斷上面 倒是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都有關鍵的化險為宜 他們決定是五個人一起拉 沒有去試圖用繞背的方式 反而是凱能蹲在上面 可是他沒有機會下牆 他現在身上沒有閃現 這是比較尷尬的地方 對 那在前面消耗的話 其實我們已經看到 哇 這邊被韓末丁格點到 受不了 被砲台點了幾下之後 又被 被尷尬中走了 然後葛雷夫的傷害好高 但是吉安娜這個大絕 哇空了 吉安娜覺得空了 那這一波會戰可能會比較難打一點 凱能進場之後 雖然說被虛弱 但是先帶走一顆人頭 後面的葛雷夫應該是可以收割戰局的 巴德 逃跑的方向並不是他家 所以這一波後續還有人在追 半空中暈到 半空中暈到 但是 還是難提自己的死亡 但是巴德的傷害 應該說漢末丁格的傷害已經起來了 他在 前面幾波會戰有收穫到東西 欸 這個套備其實是有的喔 其實是有的喔 吉安娜來了 吉安娜要先帶走 葛雷夫的人頭 拿到了一顆殺到 掉在特朗德身上 但要直接開嗎 直接開嗎 烏拉拉進來之後被虛弱 但是 已經打出不錯的控制效果 但吉安娜這個大絕 碰到三個人 吉安娜要天秀了嗎 後面再 補上傷害 要把小羊給帶走 呃 雖然說 K這邊是有換回了一顆人頭 但這一波還是被吉安娜建功了 對 這波吉安娜他剛剛那個暈眩 不只暈到前排 是直接打在小安身上 所以小安 錯失了大概兩秒鐘 一個很關鍵的輸出 導致這個凱能 呃 Kanon的這個大絕喔 沒有辦法 跟後續的傷害連接 連接起來喔 虛弱也套得很及時 但畫面回來已經在吃巴龍了 好像沒有被意識到 哇 這個時間有點太慢啦 有漢末丁格 Etherer可能只能拼大 也沒時間 有漢末丁格 有 有 葛雷夫有小炮 所以吃的速度是真的很快 哇 阿朱一下的老人球 真的要 完全勝利了嗎 沒錯 就是 有點像是公園阿伯 你知道嗎 拼三分的 他完全沒有要跟你硬碰硬 也不打籃下的 打籃下的就喊你犯規 對 打手 拿這個五人的集結壓塔 沒有找到繞備的機會 悟空這邊再不闖 我覺得已經要來不及了 他直接進場 其實大到蠻多的人 可是卡瑪的 打打能力有點太好了 和莫丁格一點點的傷害直接帶中 然後巴德的大絕 沒有起到效果 竟然也找不到開大的位置 在自己家的殯影塔這邊 真的不是很好發揮的地方 對 這一波的話 是 我覺得有點操之過期 因為這樣子一個上法 顯然溝通可能還沒到位 小炎要收頭了嗎 帶走對方 這個用草元素 試圖做生一些時間 可是TP回來的烏拉拉 還是把這顆偷給圍中 那這樣一來的話 這場比賽 在跟上一場比賽的遊戲時間 是幾乎相同的 在32分鐘的時間 用一條巴龍 就一下啦 老人球發揮了戰果 雖然說沒有再看到 這個驚人的五人大絕 但 最後還是讓 就一下啦 以2比0帶走這個Boss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MVP最後給到哪位選手身上 喔 MVP給了Tinter 那這樣一來就 有完位了喔 值得完位 會不會 MVP跟最佳第六人 掉在同一個人身上 一定會啊 一個人包三甲 你看他這個經濟差太扯了吧 一個人爆半五千塊錢的經濟差 多贏了五千多塊錢喔 從遊戲的終極開始 越把節奏拉得越開 而且 我覺得這個就是這種 驚艷勞到的打野他們 做得很好的一件事情 當我今天角色有優勢之後 我會開始把這個雪球一直滾動 我會一直壓榨對方的形式 欸 果然啦 我跟你講大家都是一樣的啦 媽祖叫你們選誰 你們就選誰嘛 對不對 這個叫你們選丁特 一定要來的 MVP也選丁特 第六人也選丁特 看來媽祖是 有偷夢的各位 連續兩場比賽 最佳第六人都有丁特拿下